还有别的猫姑娘 而且她不仅一点不守时 还没有责任心 还说自己有责心 当时说喜欢养猫的是她 猫买回来了 她刚开始还好 能给猫洗洗澡 铲个猫杀 到后来呢 后来她喜欢打游戏 买个电竞椅吧 买回来猫本来天心 都喜欢挠爪子嘛 把她的那个皮椅给挠翻了 挠翻皮之后 那天正好回来 猫就在那个椅背上靠着 她恶话不说 一巴掌就把猫给拍地上了 我那天一回到家 我就想打开电脑 玩会儿游戏 结果那兄弟 就在那椅子上面坐着 我当时想把她抱子放下来的 结果她看到我一伸手 她就跑了 正好又被她看到 那还不是因为老揍她 你不揍她见你能跑吗 我没有凶操她 其实她小时候 我对她特别好 但是现在她长大 她成熟了 她现在我跟小猫之间的 眼神交流就是 这家伙长大 跟她中间有代沟了 我跟这只猫 你揍她你还有理了 我觉得这只猫 现在一看到我 撒腿就跑 但是我看到这只猫 我撒腿就要跑了 因为我一看到猫 它就老说我 你跟猫是什么样的代沟 我觉得是爸爸对儿子还是 以前是爸爸对儿子 我对他 现在他就是膨胀了 开始踩在我头上了 明白了 这些事也就不说了 还有更过分的 一点也不会查员观世 我俩平时出去逛街吧 他就老 除了让我离他远点 他说你这么矮 让我拍拳不合适 让别人看了 当笑话似的 让我离他远点 当初不认识他 我觉得两个人 走在路上 是吧 打打闹闹不是挺好的吗 对不对 那在路上走着 多么幸福 所以我就 那一回两回都算了 你每回都这样 那回更过分 我们逛着街 他就直接把我拉 童装店里面去了 一件一件衣服 往我身上比划 他说这个多适合你啊 他不是安定说我矮吗 紫色穿童装 我当时都很生气了 他还让店员直接 拿件新的让我试 当时我们在路上 然后正好路过一个童装店 我一看到旁边 我女朋友这么可爱 我就把她拉进去 然后呢 我就是想表现一出 我女朋友这么可爱 然后别人会很羡慕我 身边有这么漂亮的 那个女朋友 但是我当时不是也没买吗 你还好意思说呢 我喜欢你怎么不给我买啊 不给我买 你还要拉我进去干嘛 那我不是觉得 开玩笑有个度吗 我就是想秀下恩爱 让人羡慕一下我吗 人家跟他傻子似的看我们 特别丢脸 那是看我 你不先丢人 我先丢人好吗 我觉得挺幸福的 就是拿我来娶乐 那回本来是 我想跟他们一块玩篮球嘛 我不喜欢吗 然后当时他哥们 他们都同意了 他都非不让我玩 他说你还没篮球大呢 一会儿在场上 把我绊着还怎么着 我当时我都不高兴了 他还在那里 跟他哥们在那开我玩笑 当时他一说要打篮球 第一反应就是 万一伤到他怎么办 我那么大个人 你还看不住吗 那我是看你 我还是看球 那肯定看我 这还用说吗 那球怎么办 你看球干嘛呀 那球怎么办 去我干嘛去呗 那万一不小心 把你当球打了 而且我当时 我都板着脸很不高兴的 他哥们要了别说了 让他哄哄我 他倒好 玩笑开起来 没完没了了 我当时不是想 借这种开玩笑 让你就有个数吗 哪有女孩子 在篮球场打篮球 又不是没有女的 打篮球 女的打篮球多得去了 跟他在一起快乐吗 快乐也有 但是就这些人做不了的 就老开玩笑 天天嬉皮笑脸 没个正经的 我俩在一起 时间挺长的嘛 我也跟他说过 回家见家长的事 我一说这事 还都跟我 要么就是开玩笑 要么就是那里 转移话题 那回他还说 哟 你就那么想嫁给我吗 当时他一说这话 我就觉得没法接 本来女生说这话 就不合适 显得我多想嫁给他一样 对 那你到底 想不想嫁给他呢 那肯定是有想过 那就没办法了 所以那就没办法了 对不对 你要不想嫁给他 不存在这个问题 臭小子啊 为什么不带人见你们家长 其实我父母 对我的择偶要求 是找一个 跟我身高大队的 然后我这些年 一直在给我父母 灌溉一些就是 你有多高啊 我目前身高是一米八六 没多高啊 姑娘你多高啊 一五六 一五六 大点声音 那你大点声音 大点声怎么了 一米五六 怎么了 但是我也没说什么 真的 我就觉得 我现在给我父母 就是给时间 给我点时间 让我父母接受 那回我俩在外面吃饭 我想着说 吃完饭 要不去你家看看 打个招呼吧 就五分钟的距离 他也不去 一说这事还都打菜 他当时还说 他还没跟父母提起过我呢 突然大意去不合适 我当时我就生气了 我俩在一起 时间那么长了 我提了多少次 说跟你回家见家长 这事 你一直都不放心上 你爸妈知道 你爸妈知道你有女朋友吗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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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做什么工作呢 但是我有想告诉他们 就是我想找一个女朋友 个子矮一点 你不是都已经找了吗 是找了 对啊 这你不是跟你爸 你妈说谎吗 但是我也不算说谎 但是什么呀 你有女朋友吗 有 谈了几年了呀 两三年了 跟你爸妈说了吗 没有 对啊 你说这样我能不急吗